我们是刚的比较刚性的气就叫做阳 比较柔的气就叫做阴 在刚柔之间叫做中性气 他写刚气我们就懂了 柔气你也懂啊 他写的是阴阳 真的是阴阳怪气 真的吗 你刚的气就是阳 阴的气就是柔 然后中性气就是刚强跟阴的中间 这边叫做中性气 另外 顿超知否然 什么叫顿超知否然 你要讲就是那个把这个气运来运去的东西啊 能够把这个气啊 能够把这个气啊 让它动的 就是顿超知否然 可以讲是应气的气 把这个气运走的移动的气 就是顿超知否然 我要这样子解释哦 你们才会懂 不然什么叫顿超知否然 不然什么叫顿超知否然 顿超超越 知识的知 这个火燃起来 什么东西嘛 真的是 我就跟你解释了 把这个气移动的气 就是顿超知否然 阳气阻跳 这个你用刚强的气 它是会 用刚强的气的时候 它是会跳跃 会跳跃 那个气是会跳跃的 阴气阻颠 因为阴气 你知道阴气吗 就是沾斗 沾斗 沾斗的气就是属于柔气 柔气是沾斗的 阳气它会弹掉 这个柔气它会沾斗 中性气阻固 也就是说 你不沾斗 也不弹跳 这个气刚好是中柱气 就是它是 比较坚固的 也就是比较坚固的 比较稳性的 稳性的 我们用佛来讲好了 如果阳佛 就是很旺的 这个佛很旺 就是阳佛 好 因佛是什么 是很柔的 细细的 很柔的 稍微震动 稍微震动的 这个是因佛 那么中性气也是两则之间 它稳固的 稳固的一种光明 顿超之佛之作用 为中持 中持就是奔跑 就是奔跑 顿超之佛然 作用就是奔跑 我跟大家解释了 阳佛 阴佛 跟中佛 中佛不是台中火力化电厂 那是制造污染的 中部制造污染的根源 宋阴出极界 是四座用业器 一为心气最初极慧 为节受出生之相续 故为出极界 好了 告诉大家 这个四种气 是你身体的接受 你身体会接受 是这四种气出来 是你身体的接受 这个就称为出极界的气 其有五种 何所及以 依何及 所及欲 及接受 及设法 那是后来以后要讲 后来以后 会讲这五种 这是标题 标题 就是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